在肯成影展上 天注定是唯一竞争棕榈奖的中国电影 虽然影片的暴力尺度很大 但导演认为 既然社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就必须挑战原来的禁忌 这部影片是中国竞争最高奖的唯一影片 片中描述了四个不同的故事 煤矿工人和当地腐败的抗战 外地劳工不停地迁徙 遭性侵的前台接待员 以及生产线工人的自杀 导演贾张柯称 这是一部野性的作品 媒体场放映后 不少记者表示 影片暴力尺度很大 除了男主角江武用猎枪轰裂村会计脑袋 王宝强射杀三人的镜头外 女主角赵涛在片中也有不少血淋淋的杀戮戏 除此之外 富士康写汉工厂 温州动车事故等社会事件 也在片中有所展示 当初非常担心 因为在过去的中国的电影里面 谈论暴力 暴力允许的尺度非常有限 但我觉得既然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必须去挑战这个原来的那个竞技 然后就大胆去拍了 然后 算结果是这部电影竟然可以在中国上映 我们都很高兴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帆编译 我们去拍摄的视纽头